三国演义 第一百一十七回 邓氏载 偷渡殷平 诸葛瞻 战子免主 幽兔笑谈 制作 却说 辅国大将军董绝 闻卫兵十余路入境 乃引二万兵守住建戈 当日望尘头大旗 移视卫兵及引兵把住关口 董绝自邻军前世之 乃将为 廖化 张义也 绝大喜 接入官上 礼毕 哭诉厚主黄浩之事 违约 功务忧虑 若有违在 必不容未来吞鼠也 且守建阁 徐途退敌之计 绝约 此官虽然可守 正乃成都无人 躺为敌人所席 大势瓦解矣 违约 成都山险帝郡 非可一渠 不必优也 正言间 虎报诸葛续领兵杀至官下 为大怒 即因五千兵杀下官来 直撞入魏阵中 左冲右突 杀得诸葛续大败而走 退束失利下寨 伪军死者无数 蜀兵抢了许多马匹器械 为收兵回官 许说 终会离剑阁二十五里下寨 诸葛续自来负罪 惠怒曰 无令如首把阴平桥头 以断将为归路 如何施了 仅有不得无令 擅自进兵 以致辞败 许曰 为诡计多端 榨取雍州 许恐雍州有失 引兵去救 为成吉走脱 许因赶至官下 不想又为所败 惠大怒 斥令斩之 监军未冠约 蓄罪有罪 乃邓征熙所度之人 不该将军杀之 恐伤何己 惠约 无奉天子明诏 进攻军命 特来伐蜀 便是邓爱有罪 以当斩之 众皆力劝 惠乃将诸葛续用剑车载负洛阳 任进攻发落 随将续所领之兵 收在部下调遣 由任豹与邓爱 爱大陆约 无鱼如官品一般 无九镇边疆 余国多劳 汝安敢妄自尊大业 自邓中全约 小不忍则乱大谋 父亲若与他不睦 必无国家大事 妄且容忍之 爱从其言 然毕竟心中怀怒 乃引十数期来见中会 会闻爱智 便问左右 爱引多少军来 左右答约 只有十数期 会乃令仗上仗下列武师数百人 爱下马入剑 会接入仗礼壁 爱见军中慎诉 心中不安 乃以言调之约 将军得了汉中 乃朝廷大姓也 可定策早取剑阁 会曰 将军名剑若和 爱再三推称无能 会顾问之 爱答约 已于一度之 可引一军从阴平小路出汉中得阳亭 用其兵进去成都 将违比撤兵来救 将军城区就取剑阁 可获全功 会大喜曰 将军此祭甚妙 可及引兵去 无在此专厚劫阴 二人饮酒相扁 会回本仗与诸将约 人皆为邓爱有能 今日观之 乃拥财尔 众问其故 会曰 阴平小路 皆高山峻岭 若属以百余人守其险要 断其归路 则邓爱之兵皆恶死矣 无之以正道而行 何愁属地不破户 遂之银批炮架 只打剑阁关 却说 邓爱出原门上马 回顾从者曰 终会待无若和 从者曰 观其辞色 甚不以将军之言为然 但一口强硬而已 爱小月 笔料我不能取成都 我偏欲取之 回到本寨 失算 邓忠一般将士皆问曰 今日与中振熙有何高论 爱曰 无以实心告彼 彼以拥才是我 彼今得汉中 已为莫大之功 若非无屯榻榻中 伴住江北 彼安能成功也 吴今若取了成都 胜取汉中矣 当夜下令 进拔债望殷平小路进兵 离建阁七百里下寨 有人暴中会说 邓爱要去取成都了 会笑爱不至 学说 邓爱一面修秘书 前世吃爆司马昭 一面拒诸将 与帐家问曰 无今承驱去取成都 与如等立功名誉不朽 如等肯从乎 诸将应曰 远尊军令 万死不死 爱乃先令子邓忠 引五千精兵 不穿一甲 各之腐躁气聚 繁育俊威之处 早山开步 大早桥阁 以便行军 爱选兵三万 各代干粮绳索进发 月行百余礼 选下三千兵 就比扎寨 又行百余礼 又选三千兵下寨 是年十月 自殷平进兵 至于滇崖峻谷之中 凡二十余日 行七百余礼 皆是无人之地 卫兵沿途下的树寨 只剩下二千人马 前之一岭 明摩天岭 马不堪行 爱不行上岭 只见邓忠宇开路军事 进节哭泣 爱问其故 忠告曰 此岭西北是郡必滇崖 不能开凿 须费前劳 因此哭泣 爱曰 吴军到此 已行了七百余礼 过此便是江游 岂可复退 乃换诸军约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吴语如等来到此地 若得成功 富贵共之 众阶应约 远从将军之命 爱领先将军 起 窜江下去 爱去瞻自过其身 先滚下去 赴将游 沾山者 果身滚下 无瞻山者 各用绳索束腰 攀木挂树 鱼贯而尽 邓爱 邓忠 并二千军 即开山壮士 皆渡了摩天岭 方才整顿一甲 气泻而行 忽见盗棒 有一旦节 上课 乘向诸葛五猴体 其文云 二伙出兴 有人跃此 二是真衡 不久自死 爱观其大惊 荒芒对杰在拜约 武侯真神人眼 爱不能以失事之 息在 后人有诗悦 因平俊岭 与天岐 玄河徘徊 上 窃飞 等爱果瞻 从此下 谁知诸葛 有 献祭 雪说 邓爱暗渡阴平 引兵行时 又见一个大空寨 左右告曰 闻武侯在日 曾拨一千兵 守此险爱 今属主流禅废止 爱皆亚不已 乃为众人曰 无等有来路 而无归路矣 前将游城中 粮食足备 如等前进可活 后退即死 须病例公之 众介英约 愿死战于此 邓爱不行 引二千余人 星夜辈到来 抢江游城 雪说 将游城守将马秒 本东川一师 虽为准备 只是提防大陆 又仗着江维全师 守住剑阁官 虽将军情不以为重 当日操练人马回家 与七里氏雍奴饮酒 齐齐问曰 吕文鞭情甚急 将军全无忧色 何也 秒曰 大事自有江伯玉掌握 干我甚事 齐齐曰 虽然如此 将军所受长池 不为不重 秒曰 天子听信皇后 你与酒色 无料或不原意 卫兵一道 降之为上 何必律在 齐齐大怒 唾苗面曰 汝为男子 先怀不忠 不义之心 往受国家绝路 无有何面目 与汝相见 马苗修残无语 胡家人荒入报曰 未将邓爱 不知从何而来 引二千余人 一拥而入成矣 苗大经 荒出纳降 拜赴于公堂之下 气稿曰 某有心归降久矣 今愿召城中居民 及本部人马 晋降将军 爱准其详 遂受江游军马于部下调遣 即用马苗为乡导官 呼报马苗夫人 自已身死 爱问其故 苗已实告 爱敢其贤 令后礼藏之 亲往至计 为人文者 无不皆谈 后人有诗赞悦 后主昏迷 汉作颠 天差邓爱 徐 西传 可怜巴蜀 多名将 不及江游 李 是贤 邓爱 取了江游 遂借阴平 小鹿诸军 接到江游 取齐 竟来攻浮城 部将 田旭曰 我军 涉险而来 甚是劳顿 且当休养数日 然后进兵 爱大怒曰 兵贵神速 如敢乱我军心也 贺令左右 推出展制 众将苦告方面 爱自驱兵 只浮城 城内官吏军民 已从天降 进阶投降 蜀人非暴露成都 后主闻之 荒兆黄昊问之 后奏曰 此诈传尔 神人 必不肯 勿必下也 后主又照师伯问时 却不知何出去了 此时远近告急表文 疑似血片 往来使者 联络不绝 后主摄抄记忆 多官面面相去 并无一言 且正出班奏曰 是以吉矣 陛下可宣武侯之子 商议退兵之策 原来武侯之子 朱葛瞻 自思远 其母皇室 及皇承燕之女也 母貌甚陋 而有奇才 上通天文 下查地理 凡韬略 顿甲诸书 无所不晓 武侯在南阳时 闻其贤 求以为是 武侯之学 夫人多所赞助焉 即武侯死后 夫人寻世 临终一轿 唯以忠孝免其自瞻 瞻自幼聪明 上后主女 为父马都位 后席父武相侯之爵 锦要四年 先行军护卫将军 始为皇后用事 故脱病不出 当下后主从 切正之言 时时连发三赵 赵瞻之殿下 后主气宿曰 邓矮兵已吞浮城 成都威矣 轻看先君之面 救朕之命 瞻一气奏曰 臣父子蒙 先帝厚恩 陛下疏欲 虽干脑涂地 不能补报 愿陛下进发 成都之兵 与陈林去决议死战 后主 急拨成都兵 将七万余瞻 瞻辞了后主 整顿军马 聚集诸将问约 谁敢为先锋 言为气 一少年将出约 父亲继长大全 而愿为先锋 众师之乃瞻掌子诸葛上演 上十年一十九岁 博览兵书 多惜无意 瞻大喜 遂命尚为先锋 适日大军离了成都 来迎卫兵 却说 邓爱德马淼 献帝里图一本 被写浮城 至成都一百六十里 山川道路 关爱险峻 一一分明 爱看避 大经约 无知首浮城 躺背蜀人 拒住前山 何能成功业 如千言日久 将为兵道 我君威矣 肃患师攒病子邓中 吩咐约 如等科尹一军 兴也进去棉竹 以聚蜀兵 吴随后便智 且不可待缓 若送他先聚了险药 决斩如首 诗邓二人 引兵将至棉竹 早遇蜀兵 两军各部成阵 诗邓二人 勒马于门骑下 只见蜀兵列成八阵 三东古巴 门起两分 数十元将 促用一辆四轮车 车上端坐一人 观金与扇 喝场方驹 车上展开一面 黄旗 尚书 汉丞相 诸葛武侯 吓得师邓二人 汉流变身 回顾军事约 原来孔明尚在 我等休矣 即乐兵回时 蜀兵掩杀将来 为兵大败而走 蜀兵掩杀二世余礼 遇见邓爱援兵接应 两家各自授兵 爱生仗而坐 换尸钻 邓忠则之约 如二人不战而退 何也 终于 单见蜀镇中诸葛孔明领兵 因此奔还 爱努约 纵使孔明更生 我何惧在 如等轻退 以致于败 一速斩以正军法 众皆苦劝 爱方息怒 令人少叹 回说孔明之子 诸葛詹为大将 詹之子诸葛尚位先锋 车上坐折 乃木刻孔明一向也 爱文之 吊尸钻 邓忠约 成败之机 在此一举 如二人再不取胜 必当斩首 诗邓二人 又引一万兵来战 诸葛尚匹马单枪 抖走精神 站退二人 诸葛詹指挥两叶兵冲出 撞入魏阵中 左冲右突 往来杀有数十番 魏兵打败 死者不计其数 诗转 邓忠 重伤而逃 詹去军马 随后掩杀二十余里 扎营相聚 诗转 邓忠 回见邓奈 爱见二人俱伤 魏贬家责 乃与众将商议约 书由诸葛詹 善计复制 两番杀无万余人马 今若不速破 后比为祸 监军秋本约 何不作义书以诱之 爱从其言 遂作书以封 前使送入蜀寨 守门将隐至帐下 呈上其书 沾差封诗之 书月 正熙将军邓奈 志书于行军护卫将军诸葛 思远麾下 且观近代贤才 未有儒公之尊父也 西子出茅庐 以言以分三国 扫平经义 遂成霸业 古今先有几者 后六出奇山 非其智力不足 乃天数尔 今后主婚若 王弃以终 爱奉天子之命 以重兵伐属 以皆得其地义 成都危在旦夕 功和不应天顺人 仗义来归 爱当表公为狼牙王 以光耀祖宗 绝不虚言 幸存赵剑 瞻看毕 勃然大怒 扯碎弃书 赤武士力斩来使 令从者持手 及回魏影 见邓爱 爱大怒 急欲出战 修本剑约 将军不可清出 当用骑兵圣之 爱从其言 随令天水太守王弃 隆兮太守千弘 扶两军于后 爱自引兵而来 此时诸葛瞻正于诺战 呼报邓爱 自引兵道 瞻大怒 急引兵出 竟杀入魏阵中 邓爱败走 瞻随后掩杀将来 忽然两下扶兵杀出 蜀兵大败 退入免主 爱令为之 于是魏兵一气呐喊 将免逐为的铁筒相死 诸葛瞻在城中 见敌势已破 乃令彭和记住杀出 往东吴求救 何止东吴 见了吴主孙修 呈上告急之书 吴主看罢 与群臣纪约 即蜀中危急 姑其可坐视不救 吉令老将 丁凤为主帅 丁丰 孙义为副将 率兵五万 前往救蜀 丁凤领旨出师 奋拨丁丰 孙义引兵二万向免中而进 自率兵三万向兽春而进 分兵三路而燃 学说 诸葛瞻剑救兵不至 为众将约 九首飞两土 遂留子尚与尚书张尊守成 瞻子披挂上马 引三军大开三门杀出 邓爱剑兵出 便撤兵退 瞻奋力追杀 忽然一声炮响 四面兵和 把瞻困在该心 瞻引兵左冲右突 杀死数百人 爱领众军放剑射之 鼠兵四散 瞻众剑落马 乃大呼曰 无力结矣 当已一死报国 遂拔剑自吻而死 其子诸葛尚在城上 剑妇死于军中 勃然大怒 遂披挂上马 张尊剑约 小将军悟得清出 上叛约 无父子祖孙 何国厚恩 今父祭祀于敌 我何用生为 遂策马杀出 死于阵中 后人有事赞瞻上 父子约 不是忠臣 独少谋 苍天有意 绝 严流 当年诸葛 刘家印 结义真堪 继 武侯 邓爱莲其中 将父子合葬 承虚攻打免主 张尊 黄虫 李囚三人 各引义军杀出 蜀兵寡 卫兵重 三人一阶战死 爱因此得了免主 劳军已毙 遂来去成都 正是 事官后主 临危日 无意留章 受 逼时 为之成都如何手遇 且看下文分解 三国演义 第一百一十七回 邓世哉 偷渡音频 诸葛瞻 战死免主 悠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赏